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出门旅游 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 我们这对在抚养子女上功德圆满的老人 却越来越感到垂目生命的众贺 先是彼此照顾对方 两人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尤其到了最近两年 更是每况愈下 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老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 日常生活中 老两口是彼此的医生 一个替另一个量血压 一个监督另一个按时服药 老两口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 这种担忧 在纪念年初得到了证实 当时我的心脏病突发 幸亏邻居帮忙 打电话叫来了120救护车 老伴也想跟着救护车一起上医院 被邻居好说歹说地劝住 邻居也是好心 担心老太太跟到医院 只会把自己也急出毛病来 老伴留在了家里 可是当天晚上 一个人在家的老太太 突然感到天旋地转 依靠平时掌握的医疗常识 老太太理智地 没有进行过多的挣扎 而是就地躺在了地板上 躺下后老太太 感觉完全动弹不得 整个身子已经完全不受自己的支配 他说那一刻 他认为自己要完了 就这样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直到黎明时分 老太太的病情才渐渐缓和 他始终不敢动 更不敢睡着 他怕自己一旦睡着了 就再也不会醒来了 等到第二天 邻居发现了 也是喊来了120 后脚跟着前脚 把老太太也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情发生后 我们夫妇的空巢生活 正式敲响了警钟 我们不是没有想过 去省城和儿子一起生活 我们俩的收入待遇 加起来不高 才6000元出头 生活在省城 也不会给孩子们增添太多的负担 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难处 两个孩子目前生活都算稳定 也都买了自己的房子 他们各自都有一家三口 但房子都是三房 也够住下我和老伴 但孩子们谁都不主动开口 请我们去住 有一年过年 全家人都在 两个儿媳妇用开玩笑的方式 互相说 现在国家人均居住面积的 小坑标准是30平米 如果咱们谁家再挤进去两个人 立刻就生活在小坑线以下了 也许是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我和老伴当时只能相识苦笑 若是我和老伴在省城租房住 即便我们住在省城了 儿子就在身边 可日子一样是我们老两口自己过 还是空巢家庭 顶多周末的时候 孩子们能过来看一眼 这样等于是白白花了一笔冤枉钱 思前想后 唯一的出路就是 我和老伴独守空巢 对于暮年的生活 我们不是没有做过设计 可现在看来 事情没发生之前 我们的想法都太过乐观了些 当年我们退休的时候 想着自己老了 绝不拖累孩子们 我们老两口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自从他们考上大学那天起 就已经是功德圆满了 从此 在彼此的义务上 都不做强求 那时我们想 我们在自己的老年 依靠自己不薄的退休金 可以游山玩水 完全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 直到老到哪也去不了的时候 就找一个小保姆伺候我们 起初一切 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 我和老伴退休后 年年去外地旅游 在丽江 我们还租了一间民房 连续三年都在那边过夏天 自己买菜做饭 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 我们自得其乐 孩子们也很高兴 都说自己的父母真是潇洒 因为彼此无找 我们老两口和孩子们的关系 处理得非常融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这样的日子没有过上十年 计划就完全被打乱了 我们没有料到 自己的身体会垮得这么快 只能终止云游四方的日子了 提前进入请保姆的程序 请保姆太难 可是真的开始请保姆时 我们才发现 自己太幼稚了 在我们的思想里 花钱请人为自己服务 就是一个简单的雇佣关系 只要付得起钱 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谁曾想到 如今请保姆难 居然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好不容易第一个小保姆 被请进了家门 但购买保姆服务的交易方式 远远不像我们购买其他产品 那么简单 购买其他产品 基本上还有个公平原则 诚信原则在里面 但购买家庭养老服务 这里面的不确定因素就太多了 这个小保姆 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质量 与预期的落差反而更大了 就这样接二连三换了四个保姆 最终不约而同 我和老伴都决定 不再尝试这条路了 孩子们很着急 可也只能劝我们再去请保姆 他们总是以为 我们是舍不得花那份钱 但是根本体验不到 那种买卖关系的如今的混乱 不是你支付了金钱 就一定能够换来等值的服务 他们不知道 这种等值的要求 更多的还是指人的良心 是良心和良心之间的换算 可如今人的良心 是最大的不确定值 最难以被估计和期待 我们住院后 两个孩子都回来了 当孩子们出现在病房门口的时候 那一刻 我真的感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 那一刻 我居然有些伤心 就好像自己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一样 老伴更是哭得一塌糊涂 孩子们越安慰 他哭得越凶 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 看我们的病情都稳定了下来 孩子们就回省城工作了 他们太忙 是我让他们回去的 有生以来第一次 我在理性思考的时候 感到了这么违心 孩子们走后 我和老伴突然变得特别亲 不是说我们以前不亲 是这次事情发生后 我们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情绪 变得空前浓厚 决定住进养老院 在医院里 我和老伴商量了下一个决定 我们住进养老院去 出院后 我们立刻考察了一下 有几家养老院服务还是不错的 比较正规 主要是管理相对严格 毕竟是有那么一个机构 对老人提供服务的人员 有组织的管理 这样以来就杜绝了老人在家养老 保姆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可能 你要知道 老年人的状态决定了 在私密的空间里 相对身强力壮的保姆们 他们绝对是处于弱势的地位的 选定的养老院 价格虽然差不多 耗费了我们两个人 每月的退休金总收入 但我认为是合理的 吃住医疗保健都在里面 这个钱是不得不花的 入住手续我们都已经办好了 现在只等养老院的通知 这家养老院的公寓房很紧张 需要排队 去养老院 看来就是我和老伴的最后一站了 也许真的是到了人生的尽头了 这段日子在家 我和老伴总觉得是在和什么告别 情绪上就不免有些低落 收拾收拾东西 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 我和老伴就坐在阳台上 说一些过去的事情 这套房子 我们住的并不是很久 退休前才换的 也就住了十年左右的光景 可是如今 就好像是人生前一个阶段的 最后一个驿站了 从这个门走出去之后 我们的人生 就该进入落幕的倒计时了 我们这一辈子 传统观念不是很重 自认为我们的生命 和孩子们的生命 应当是各自独立的 可是如今看来 人之暮年 对于亲情的渴望 却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老伴现在特别思念孩子们 我也一样 这些日子 突然想起的 就总是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样子了 要离开家了 我和老伴想了想 需要从这个家带走的 好像并没有太多的东西 除了我们的养老金卡 身份证件 好像唯一值得我们带在身边的 就只有孩子们的照片了 人生前一个阶段 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 我们都带不走 也不需要带走了 看完这对夫妻的故事之后 您有什么感想呢 对他们有这样的生活现状 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